在华尔科取得的产能逐月递减之下 南科7月份的营收比6月份下滑了6.6% 降到41亿元 展望后市南科指出目前客户需求持续稳定成长 长期合约也都已经协商完成 因此看好第三季的业内业外的表现都会比第二季更好